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 繼續有贏波攻略 由Bobo 18 當地自家製作的節目 當然有集賽天堂和我肥蘇的 每天都有 星期四有其他背賽 當然要跟大家說明天早段 即是有些下午球 就是一些奧積的聯賽 當然不同賽事 亦有不同玩法或注意的地方 不過先說說 今天將會有一場球 大家會比較觸目 就是世界冠軍球會盃的四強賽事 這場是蒙特雷對著車路士 蒙特雷來自墨西哥的球隊 他們在之前一仗 贏了韓國衛山現代3比1 那場球是相當輕鬆的 而蒙特雷的質素來說 在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能夠獲冠軍 也不是一個宅隊 他們陣中主要有一班墨西哥的國腳 另外還有不錯的質素外援 尤其是那天梅開爾道的迪加道 阿根廷的前鋒球員 利益中場的加道數 也是來自阿根廷的外援 除了這兩位之外 也有阿瓜多爾的外援球員 阿若維也是國腳級人馬 當然他們還有一些秘密武器 那場球切菜當然不用用牛刀 還有智利的射手 代表蒙特雷入超過100球的 蘇亞素放了後備 直到那天收起來 還有幾位不錯的老牌的墨西哥國腳 有奧蘇利奧等等 所以這班球其實都算是OK的 其實上個星期剛剛聯賽 蜜羅緊鼓 贏完新特蘭就立即坐飛機 趕去日本 其實有些回勇 近兩場他們入球力相當強 入了九個球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托利斯進入球 這兩場都入了四個球 蔡翁瑟就焉枝飛霍 我就說車路士雖然在歐冠就拜拜 但最後那場球慘烈地大勝 就要說拜拜 結果就是輸了杯賽 贏回狀態 接下來對著新特蘭那場球 都贏了3比1 托利斯除了對著諾斯特蘭特 對著新特蘭也會入球 表示狀態開始回來了 五千萬磅 都回來了五百萬磅 也不用太善 一千萬磅 這賽事對著孟特雷 孟特雷這一隊 一向功力都非常強勁 對著美職的聯賽球隊 全部大炒你 在墨西哥的聯賽 入球能力都非常強 上一場球對著衛生現代 肥蘇也會說 收起秘密武器之下 都贏你3比1 入你3球 這場球對著車路士 雖然輸球的情況都很大 輸球機會都很大 但我相信都入不少球 先入球大先 我也是這樣想 我都不用去看究竟哪裡贏輸 因為這場球 我們都預計 蒙特雷的防守能力也不會太強 對著衛生現代 尤其是那場球挺好笑的 就是他們的門將 那個球真的挺肉酸來形容 那個失球 我真的覺得射正中間的奧路斯高 那個球是正中間 他好像捉雞 就擠了入網 所以這場球預計 面對車路士這麼強的功力 我覺得他也不會保持不失 再者當然車路士50步 就笑51步 其實他們的防線近期都一般 對新特蘭也要塞一球球 當然爾蒙特雷的不錯功力 應該都可以在身上拿到入球 所以這場球倒不如大家 HAPPY點 來一個入球大邊 看入球大邊看球 相當開心 這場之後也是西班牙杯 其實這個星期都有幾場西班牙杯 但是為什麼我們選擇 星期四和大家談 原因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杯 尤其是兩回合 很多時候球隊都會半力出擊 或者心也不是放在這裡 但是我似乎覺得這場球就不是 這場球就是利雲特 主場出戰薩拉戈薩拉戈薩 利雲特厲害 4比0大炒馬略卡 這場球很厲害 其實他們在杯賽 無論歐霸杯 甚至西班牙杯 都有一定的表現 他們在第一回合之前 上了一回合 作下的粵組球隊 丙組球隊 輸球不要緊 回到聯合就炒你一回合 4比1 近期五場只輸 0比4 輸給巴塞 另外杯賽變得相當好 聯賽升到第六位 杯賽又晉級了 歐霸杯又晉級了 還有什麼挑剔 這場球很厲害 相反 對手薩拉戈薩 近方就認真 一般 雖然上一場球 作客對馬勒卡 一比一錯和對手 如果不是紅牌 都可能贏了 但你看看近三 近四年作客 一場球都沒有贏過 雖然你說 不是喔 你對著巴塞 對著黃馬當然是輸球 但是你看看主場的 切爾達都算是0比1 即表示薩拉戈薩 近方不算太好 入球也不算多 相反 主得利雲特 在歐巴塞 非常出色 壓著村立 壓著希爾聲寶 這樣進級 非常之好 再且上一場西巴牙杯 對著美利拉 就不是美利拉斯 西巴牙秉組球隊 美利拉大炒4比1 狀態非常之好 在這種情況下 主隊只讓半球一球 非常之抵賣 非常抵賣 因為其實看到 曬哥的防線都不太行 抓著格蘭納達 亦都失球 亦都輸球 所以這場球不用想 我一定會把注意力 擺起杯賽的尼雲達 接著講一場發甲賽事 波爾多對著聖伊天 波爾多近方 我用回穩來形容 其實早前 他們曾經有一段 挺好的成績 近期就有一點回落 或者叫回穩 其實是否特別差 不算特別差 近五場輸過一場 零比一輸給蒙屁尼 但是他們應贏就贏 應贏不到又贏不到 但是挺有趣的 主場和二比二和這個索策 上一場對著蘭斯 一貫的作風 他們作客不贏都不輸 零比零 但是曾經在歐巴杯有不錯的表現 兩場都能夠贏 贏布魯逸那場都很精彩 因為近期的聯賽 我想受影響 對於波爾多 雙線作戰 將注意力擺出線 所以他們最終主場也贏了 劉卡蘇2比0 聖伊天近方就OK 但是我覺得 剛剛那個州 輸給李昂 有點不值得 因為優勢都在他們 而且他們多打一個人 但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狂攻之下 就輸一個自由球 但是近期來說 他們的賽程都頗密 而且頗兇 大家不要以為 他們作客阿瑟斯奧難踢 始終作客去到科西加島 主場對著巴黎聖日門 那場法聯盃打到8.2分鐘 射到12碼 對華倫斯奧斯 都不容易踢過那場 所以這場我相信 有頗大考驗 而且大家看到 波爾多這班球 一向的防守能力都相當好 在第六位的球隊 他們主場沒輸過 三勝四和 入九球失六球 入球不多 失球也不多 相反聖伊天 現在排在第四位 其實都是相差 其實是同分 相差 就是兩位 但同分 作客來說 聖伊天 又有趣 就是輸過一場 兩勝四和一負 這樣看這場球 我覺得和波格的機會很大 和波格的機會也不用 但是今週 發甲就開快車 週中就比賽 週末又要踢 對波爾多和聖伊天 就盡不著數 因為兩隊球 就安排星期四 兩隊球都很明顯 要四天踢兩場 看看賽前安排 其實對著波爾多 當然更加不利 因為波爾多之前 就要雙線作賽 雖然說摘歐爆杯 就出線 但也要雙線作賽 休息比較少 7號踢完 9號又踢 9號踢完 接下來14號又踢 表示差不多一個星期三四場球 你說對面聖伊天狀態也好 波爾多狀態也不差 但我看到聖伊天近況的防守能力 真的不錯 既然大家都這麼累 入球未必多 再加上聖伊天防守能力不差 我就寧願要入球勢 這場球是不宜之選 看看另一場 就是意大利盃 A.C.米蘭叫李賈立 A.C.米蘭近況是好很多 因為聯賽是一個三連勝 如果連歐聯來說 近五場 只輸過一場 那場賴人攻勢令 比了輸給辛尼特 但出線關鍵那場 就贏了安德烈戰 所以近期狀態相當不錯 他們能夠贏拖連盧 竹正球隊的信心回來了 而且還有一個球員 就是艾莎拉維這個球員 已經不用說了 漸漸已經成為A.C.米蘭不可或決的人物 當然羅賓盧那場球也要入球 還有帕仙尼 近期來說 見到A.C.米蘭的入球能力 信心回來了 甚至諾歇連盧中場也入球 這場球當然 大家會預計 意大利盃都會有一點而保留 尤其是他們接下來 對比斯卡拉聯賽主場 但我相信也不會不要 始終在杯賽來說 以及現在的A.C.米蘭都慎窮 要錢 至於利賈納方面 在2月排名相當低 22支的2月球隊 他們排17 換句話說是尾六的位置 作下成績很頑皮 暫著2月到9場 作下賽事 1勝3和5負 只要入8個球 這場球當然 大家都預計 主場的A.C.米蘭會讓得挺辣的 那你怎麼看呢 尼賈納今年 就算不算你被扣了3分 你最多都是綁下游的位置 想回A.C.米蘭 越戰就越勇 說回聯賽的安排 尼賈納踢完這場球 兩天之後就要主場對著斯達迪娜 A.C.米蘭就三天後踢球 即表示A.C.米蘭四天兩場 尼賈納三天兩場 對於賽程安排 就稍微偏好A.C.米蘭 再次A.C.米蘭 再次對湯蓮盧大差4比2 即輸球那場輸給辛尼特 就在歐冠出線 所以這場球我仍然都捧回 狀態比較好一點的A.C.米蘭 畢竟我們back job 那人輕量艾薩拉維 長長球都入球 上場對湯蓮盧又埋債 這麼好狀態之下 對著2月綁下游的利賈納 沒理由在杯賽中不大炒對手 應該是會有機會的 就算是複選的球員 如果你說質素來算 A.C.米蘭都會贏 最重要是球隊上下的氣氛 都會有信心 而且早前有機會被炒 或者換教練的阿里基尼 暫時都會穩陣一點 而且最重要是球隊的氣氛會好很多 這場球所以上盤 不妨考慮一下上盤 接著講明天下午兩場的奧積 中岸水手對墨爾本洪森 中岸水手很厲害了 近方相當好 近五場全部都沒輸過 四勝一和成績 對著紐約噴射機也能作下贏 這場球真是厲害 近方在奧積來說最好 暫時還繼續排在榜首 以1分領先亞德雷德 至於墨爾本洪森 就叫近方上可 我自己覺得回穩了 暫時只是一場輸 近五場就輸給亞德雷德 另外也能夠1比0 上一仗小勝拍施光輝 另外之前作客也和了色尼 以及主場和紐約噴射機 不過對手真的不強 作客也是和一隊不太好的色尼 以及主場和紐約噴射機 竹正這班球其實都是說得難聽 欺負一些比較弱的球隊 我最討論是欺善怕惡的 當然中岸水手今年好在什麼呢 主場四戰全部贏了 是唯一一支OA職的聯賽 主場贏了球隊 所以這場球中岸水手 之前主場贏的對手不算太強 對著美爾的帕斯光輝 最後的布里斯本思考當然贏了球 但是大炒排第六名的 色尼FC7比2 再贏了排第2名的 亞德萊德聯 即是表示這隊球 主場非常穩固 所以這樣一球 好像有點難 但我仍然對上盤的信心是比較大 還有好消息 因為早前在香港打完東亞盃 澳洲的國腳 正選門將20歲的馬特·賴恩 可以回去打正選 另外中場駱智 也是球隊的主力 現在三個入球 也回到歸隊 無往而不利 還有近期 今年九場入九球的麥比欣 我也不相信這場球會交白卷吧 所以這場球 我和習塞丁的看法都是 另捧當頭起和近方街的中岸水手 接著另一場就是頭痕 近方兩班球都很頑皮 尤其是柏斯光輝近五場未贏過 兩和三負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入球能力差 尤其是近期只是近五場入兩球 不過還好 他們手下手下的一場都可以小 近期輸的三場破賽賽事都是0比1輸球 但相對於紐約噴射擊近五場 贏過一場和一場輸三場 主場是0比2輸給中岸水手 另外作客也0比1輸給布里斯班斯敲 唯一和球就是剛才說的麥爾本洪森 贏就贏一隊是差的 即是西部適理 所以說得難聽一點 差就差 但還好紐約噴射擊暫時排第五 柏斯光輝就排第八 大家都知道奧積只有十支球隊 即是排尾三 這場球怎麼搞 雖然說一隊排第五、一隊排第八 但雙方的分數只差兩分 實力也不算差太遠 柏加素噴射擊都是一些欺善怕惡的球隊 柏斯光輝更加弱女 柏加素噴射擊近四場有三場球都不入球 而這隊柏斯光輝也是近四場有三場都不入球 在這種情況下兩隊都不懂入球 當然就說入球勢 柏加素噴射擊中 因為柏斯光輝的攻力不算特別強 再者他們的防守能力又有一定的 這件事是無可否認的 所以這場球贏輸就不要搞了 對 入球勢就好地地了 穩陣一點 好啊 今天的贏波攻略也時間差不多了 除了看我們贏波攻略之外 還會看我們的動新聞 入球片段重溫 另外還有我主翼的語音賽前分析 以及語音半場分析 還有其他拍檔的提示 所以有很多東西提供 所以記得購買十八當 多謝大家收看 當然明天星期五 繼續有Happy Friday的贏波攻略 明天時間再見 拜拜